大家好,这是郝磊 郝磊是孙丽的老公邓超的前女友 后来嫁了一个叫刘烨的,可能是个富商 生了一对双胞胎,后来又离婚了 这是郝磊 郝磊就长这样 说实话,之前我对他不熟 我就知道是个演员 是吧,郝磊同志 郝磊 郝磊好像是78年79年的 是那个吉林通化人 吉林通化我还真去过 那有一个红梅镇 那是产大米 就长这样啊,像一个村姑似的 身材还不错啊 属于一看就是吧 身体好啊 这不像双胞胎呀 这俩孩子 也有可能长得挺像的 好了 我们不看这个了 我们要说这个啊 郝磊发了一个朋友圈 他说 他说在楼下大排档吃饭 遇到了三拨人 两个胖大哥啊 两个胖大哥 拿着塑料袋 打包了隔壁桌 剩下的菜 哎呦 人家吃剩下的你也吃啊 是吧 关键现在有70%的中国人 因为这个吃别人的口水 就是吃饭的时候用筷子加来加去 不是那种分餐制 而是合餐制 是吧 就同一盘菜 你也下筷子 他也下筷子 等于你吃别人的口水 所以有一个叫幽门螺旋感菌的这种细菌 或者这种病 在中国人当中 大概70%的人都有啊 是吧 你也不怕脏 你也不嫌脏 是吧 一个阿姨 捡了商户没有收走的饮料瓶 一个瘦弱的 看起来快60岁的男人 背着双肩包 在这条街上来回走了几趟 根据郝磊啊 他大小也是个二线明星吧 我不太懂啊 反正不是一线 二线或者三线 那他说他们家楼下 他住的地儿应该不是那种贫民窟 那种老旧社区 一定是 还算是比较贵的商品房小区吧 大概率是朝阳区 朝阳区CBD啊 是吧 那个国贸啊 西大望路啊 是吧 光华路啊 或者望京啊 大概这种地儿啊 明星比较多的地儿 对吧 那么你看这大哥啊 背着双肩包 看了看隔壁桌 仅剩下的一壶水 倒进了自己的水杯 然后远远的坐在一张空桌子旁 你看啊 这多惨现在 面前摆着一个空的白色的圆形的一次性的饭盒 哎 这个豪蕾的观察还是挺细腻的啊 看来他也失业了 他也没有戏 没有戏可拍了 当不成戏子了 他是吧 他也在那冷眼旁观了 平常的话 他肯定没这时间啊 他在等什么 空空的饭盒 如他空空的眼神 充满了无望 无望啊 是不是就等于绝望呢 住在这儿十几年了 也在这条街上 吃过数不清的饭 从来没见过如此悲凉的场景 这里是北京啊 多么繁华的首都地段 都是如此的话 其他小地方可怎么活下去啊 果真是因果吗 那么怎样才能种下 那么怎样才能当下种善因 不再继续食着无畏的恶果 是吧 中国人你做了什么恶吗 还是中国的这个掌权的人 作恶 来回折腾中国人 是吧 镇反 土改 反右 文革 六四 是吧 然后他说 祈请 祈祷的起啊 祈请 十方诸佛 护佑可怜的苍生吧 他这意思看来是信佛的啊 是吧 你看他说多么繁华的首都地段 应该他就在CBD或者旺京啊 反正肯定是比较好的地段 不可能是北京的啊 那种老旧小区啊 或者远郊区啊 或者那种城中村啊 他不可能啊 呃